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漏空的物件怎么做 所谓的漏空物件 各位可以看到这一支长颈鹿 那它的原始的长颈鹿 我们把它做这样的一个设置 那这个如果要自己画图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会透过MachineMix 特殊的套版的功能 套版的功能来制作这个漏空的物件 它会非常的简单 那首先各位把 MachineMix打开 那我们就直接使用 它里面的这一支兔子 当做范粒 那在制作漏空物件的时候 它会根据这个表面 的解析度 去做漏空的每一个 去做挖洞的动作 漏空挖洞的动作 那它的那个洞的大小 会跟你的解析度有关 所以基本上你的解析度越高 就是它挖的那个洞 会越小 所以我们这边呢 会需要把它做 降解析度的动作 如果解析度太高 它挖洞挖起来会感觉 有点像那个密集恐惧症 这样子很可怕 像马子一样 那所以我们要把解析度降低 那解析度降低之前呢 首先要先把这一只兔子 选起来 那所以我们在 Sled 这边 请你点一下 Sled 选择 然后在兔子的 随便的一个地方 去点一下 然后在 Modify 这边 Sled Modify 改成选择全部 我要选整只兔子 选整只兔子 那如果你只是部分要漏空 比如说你的身体 你只有身体的部分要漏空的话 那你就必须用选择的工具 把这个身体的部分把它涂满 涂满 每一个角落都涂满 留下你不要漏空的头的部分 那这样就可以做部分漏空的动作 好 选择完之后呢 我们要去做降解析度的动作 那降解析度的动作呢 是在 Sled Edit 里面 编辑里面的 Reduce 就是减面 降解析度的动作 那点了 Reduce 之后 这边很重要的一点 这边有一个 Percentage 就是你的 降解析度的百分比 这边要注意的是 因为Mesh Mix 它本身需要 比较大量的电脑资源 所以电脑如果很烂 或者是 CPU 处理器 显示卡太弱的 那请你注意一件事 你不要去拖动这一个 这一个游标 因为它是即时运算的 即时运算 所以如果你的电脑太弱 然后你又直接去拖 那它会造成它运算的时间过久 你会觉得有点像当机 所以我们这边直接去输入 直接去输入 那我把它减到96%的解析度 我们试试看 如果不行 我们再回来调 96 那请你按 Accept 那你就会看到你的兔子 解析度变差了 那也就是说它里面 它的构成的那个面 一格一格的那个面 变粗了 面变大了 所以面数就变少了 那做完这个降写解析度的动作呢 我们只要去套版就可以了 那么所以我们在 Edit 选项里面 这边有一个 Make Pattern 就是直接套它的版 套 Mesh Mix 它做好的特殊的版 所以当我们选择 Make Pattern 之后 这边呢会有好几种套版的格式 这第一个它是用那个 用像铅笔一样的东西去穿过它 那我们不要用这个 我们选第二个 Dual Edge 就是这个叫做 Dual Edge 所以它会用这个模式去产生 你的镂空的兔子 镂空的兔子 那刚刚讲那个降解析度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解析度降的越多 这个洞就越大 看起来比较像镂空的感觉 那如果你解析度没有降 它这每一个洞都很小 看起来就会让人家很有压迫感 会觉得很不舒服 那个密集恐惧症会发生 因为洞太多 那所以这个是镂空的选项 那这里面呢比较 比较常见到的调整的部分 就是这个 这个每一支 它镂空的那个墙壁 镂空的每一个洞的那个 边缘的那个墙壁的部分 就是残滑 就是那个填梗的部分 这个是它的直径 那所以 如果你要3D列印的话呢 这个直径不要太细 不要小于0.4 那我会 我们会建议 这2mm就好了 就是有点宽度 这样列印起来比较会成功 那如果你是光固化的 你再 可以把它再缩小是没有关系的 那如果线条的这个细 线条太细 在一般的FDM的印表集 线条太细的话 它会印不出来 那因为它这个是有斜度的 有的太斜了 它也不好印 所以尽量粗一点会比较好 所以这个是大概 我们会用到的选项 好 那 当你选好之后呢 其实就可以直接按套用 那因为解析度的关系 我这边的套用跑到底下去了 我调一下解析度 那为什么要降解析度降那么多 因为为了让各位看清楚 它的工具列 因为MeshMix本身它的工具 它的工具的那个字很小 很小 好所以当你都选完了之后 请你直接按一下update看一下结果 然后它会先做一下运算 所以在这个阶段 如果你的电脑如果是很烂 它就会跑很久 如果电脑效能比较好 它就会很顺畅 顺畅 那所以电脑如果很烂的 我会建议你在开始运算update之前 请你先把它存档一下 先save 把你这个模型档先save一下 再去做那个运算的动作 如果你觉得这样没问题的 OK的请你按accept就好 那这个就是你做好的这个 漏空的兔子 那你就可以去把它做汇出 去存stl的档案 就可以去做列印 或者是输出到tinkercad去做 比较简单的软体去加你的底座 加姓名之类的 那这个是漏空的部分 那刚刚有提到 如果说你想做中段漏空 就是那个比如说头不要漏空 那也很简单 我们再做一次给各位看 那如果各位有自己的模型 你可以用自己的模型 那我这边还是用帮你 用这一只兔子来做示范 那所以刚刚有讲 就是你选择的时候 你选择的那些那个部分 你就把它做 看你哪个地方要做漏空 所以我们在slat这边 我们就一样来点一下 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不是全部要做 所以我就把那个 我要做漏空的部分 把它全部选起来 假设我脚不要漏空 我就做到身体的部分 做到尾巴 然后我就把它全部选起来 选的时候注意一下 这样还没选完 你要翻到背面 侧面背面都要看一下 上面要看一下 确定全部都选到 就是你要做处理的部分 全部都要选到 那一样选完之后 一样要先做reduce 减面 降低解析度的动作 所以这个地方你把它选起来之后 我们一样去 edit的reduce 就减少那个面数 减少面数 减少面数 那一样这边给它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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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用 选用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在 一样是选 选 选到部分就不要动 然后我们就去 edit 去make pattern 然后一样做那个 your edge 它就会在这个地方 刚刚有选到这个地方 它就会做减面的 那个比 因为这边有降解析度 有降解析度 有降解析度 所以这样子accept 大家开始计算 好 那算完了 对 这个就是部分 漏空的效果 那重点就是在你选择的 选择的哪个部分 然后记得先做减面 就减掉的减 面积的面 减面 就是降低解析度的动作 如果你不降解析度 它整个做起来 会让你感觉密集恐惧症 那个样子 好 那这是今天介绍的 用Machine Max 做漏空的图案的部分